一群非洲野狗正在猎杀一只小脚马 野狗的耐力极强 一旦锁定目标就开始围追堵截 直到把猎物类的精疲力尽 然后一拥而上 要是被野狗群抓住就只能痛苦地死去 小脚马的尾巴被几只野狗死死地咬住 想要往前移动半步都显得非常艰难 野狗会把他的尾巴咬断为止 在非洲草原上顶级掠视者不光只有猫科动物 野狗和猎狗都是高小的猎杀者 若他的脚马对于猎狗群而言可谓是手到青睐 他们在数量上有着巨大的优势 采用吸扰战术 绕着脚马不断地转来转去 在这过程中 猎狗只要带出机会 就会上前撕咬几下脚马的软弱骨位 此时的脚马顾前又顾后 根本就招架捕捉猎狗群的凶猛攻击 他的体力会渐渐地被猎狗群消耗殆尽 紧接着扑通一下倒在地上 只要倒下了也就宣告了他的生命的结束 猎狗群在脚马还活着的时候 就开始对脚马实行了残酷的活斥 看到弱者被强者欺凌时 总会让人觉得残忍 但这就是自然法则